第二个问题 弟子曾经有次到一位女同修家里 她先生因为不信佛 在我面前毁谤出家人 我生怕因果 所以不敢开口说话 坐在那里当做什么都没听到 后来听到一位法师说 无论何人在说损人的话 如果你站着听着 造成他有这个缘造一 你也一样有罪 弟子曾经听老法师说过 毁谤破坏三宝的形象 罪过很大 死后彼堕阿彼地狱 弟子是否被迁累 应如何是好 请老法师慈悲开示 那应如何是好 老师念佛求生净土就好 到西方极乐世界了 那这是你的一切罪过 都可以能够避免了 所以还是念佛好 那么以后遇到这种事情 别人毁谤 不管是说什么人的过失 你在旁边听了不可以不说话 你不说话是错误的 你要说话 说什么话呢 阿弥陀佛 就说这一句 他讲几句 阿弥陀佛 你不断地把阿弥陀佛 灌到他耳朵里去 你这功德无量 他的话我们可以不听 他讲一句 我们回答他一句 这个办法比什么都好 在这度了众生 嗯 特别是有意义